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黄金与印钞机的百年赛跑 如何把握黄金的投资机会 很多投资者呢 把购买黄金相关的资产 作为避险的方式 那么黄金的投资价值 究竟在哪里 它这么多年来的演变 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今天来重点讲一讲 首先呢 我们要讲 在过去的50年中 美元的含金量 几乎缩水了97% 之前我们是有讲过的 其他的新兴货币 对美元大都贬值90%以上 在黄金面前 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主要发达国家 尽管对美元升值 但是在黄金面前 也几乎都成了值 一文不值 通胀和美元指数 都和黄金价格 没有太大联系 而纸币的随意印刷和滥发 才是推动黄金价格 大幅飙涨的主要原因 当前呢 各国央行 印钞机又在加速 黄金的行情 似乎还有很长 在百年黄金面前 纸币呢 最终都成为了纸币 在讲黄金之前 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货币的概念 货币呢 它的信誉呢 来自稀缺 你要想成为大家 一直功能的货币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这种商品 必须是稀缺的 不能是随意复制制造出来 比如曾经的贝壳 石头 鸟类羽毛 都曾作为货币被使用 还有监狱里的香烟酒茶叶等等 都可以成为货币 归根道理 它是因为 在特定的时期 特定的场合下 它是稀缺的 我们都知道方便面 在美国的监狱里 它都可以当作通用的货币 但是呢 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 很多过去稀缺的商品 变得不稀缺 贝壳石头鸟羽毛 被大量发现 它就很难再承担货币的功能 这是因为呢 当一种商品 被大量生产出来 那么这种商品 作为货币属性的信誉 就会上市 最开始那一早贝壳很难 可能需要投入 大量的劳动时间 但你突然拿到海边 你发现便利都是贝壳 那么谁还愿意 拿自己辛辛苦苦 采摘的果实 来跟你换 唾手可得的贝壳呢 大家手里原有的贝壳呢 它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这就是货币贬值 带来的财富转移 其实就是钱 不值钱了 大家对这种货币的信誉呢 也会大大折客 那么既然货币是稀缺的 那么黄金呢 它是天然的货币 纸币呢 是人造货币 黄金是大自然中 极其稀缺的资源 截至19年末 已经开采到地面上 黄金总存量的 有19.7万吨 已经探明了地下的黄金储量 还剩下4.7万吨 总存量呢 是极其有限 所以黄金的开采 非常困难 从发现到生产 通常要几十年的时间 一座矿山 平均需要10到20年准备时间 才能产出 可供提炼的矿石 所以呢 在过去的120年里 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存量 年均增速只有1.5% 即使呢 考虑到现在技术进步 过去20年中 黄金存量的增速 也只有1.6% 所以黄金呢 说道理还是极度稀缺的 存量稀缺 开采难度呢 也非常大 每年的增量也非常小 它具备了货币的 这一特殊属性 稀缺性 正是由于天然的稀缺性 黄金成为了天然的货币 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 黄金呢 就开始做货币使用 在19世纪 随着纸币的大量发行 金本位制度开始升行 黄金依然是货币体系的核心 因为纸币发行 都是以黄金为背书的 你有多少黄金 你才可以发行多少纸币 1816年 美国以法律的形式 确立了金本位制度 1900年呢 美国呢 也通过了金本位的法案 而纸币呢 归根道理 它是纸 是人造的货币 其稀缺性呢 主要靠发行者的自觉 纸币的背后是政府的信用 是国家强制使用的货币 但其实纸币的印刷成本很低 不会比我们之前提到的贝壳高多少 供给多少纸币是能为决定的 所以纸币的稀缺程度 并不是大自然控制的 是能为控制的 所以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政府开支急剧增加 纸币大次发行 贬值严重 兑换黄金越来越困难 欧洲的主要国家呢 逐步放弃了金本位制度 美国呢 也在大萧条时期 放弃了金本位 各国纸币 竞争性的贬值 通胀高企 国际货币体系一片混乱 那么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呢 在1944年 我们都熟知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美元呢 以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 盯住了黄金 其他国家货币 与美元挂钩 以保证各国纸币币值的稳定 美元之所以在各国纸币中处于主导地位 坤根结底呢 还是由于美国的经济体 地位决定的 你只有经济稳定强大 才能确保政府不大量印刷纸币 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 在一战之前 英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英镑呢 是国际货币的主导 但两次世界大乱之后 美国经济远远超过英国 曾为了最强大的经济体 而且当时美国拥有 全球75%的黄金储备 为美元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但是随着六七十年代 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 黄金储备大量减少 在171年呢 美国开始停止向其他央行 出售黄金 到73年 布雷登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全球货币体系进入了浮动汇率 和固定汇率共存的 亚买加体系的时代 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下呢 如果实行浮动汇率 意味着纸币可以随意印刷 无需担心币值稳定的问题 实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 大多都是钉的美元 但本质上美元它也是可以无限量供应的纸币 只要美元纸币滥发 其他纸币就可以跟着印刷 还能保证和美元之间的互利稳定 那么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呢 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体的纸币是盯着黄金的 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一次次表明了 它根本盯不住 每当经济不行的时候 或者财政需要用钱 就需要多印刷纸币 导致纸币贬值 最终与黄金脱购 当前的货币体系大致就是这样 发达国家基本都是浮动汇率制 可以随意印刷纸币 其他货币大多数都盯住美元 跟着美元印刷货币 那么全球呢 目前呢就进入了纸币翻了那时代 那么金价的腾飞呢 就是开始于纸币翻了那时代 尽管呢 亚买加体系会淡化黄金的货币属性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 黄金的货币属性来自于稀缺性 它是大自然给予的 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认证 纵观200多年的历史 黄金价格的飙升 恰恰就是开始于纸币脱钩 黄金后的时代 在71年之前的180年的时间里 黄金的价格只涨了1.3倍 年化涨幅只有0.5% 但是从71年至今的近50年里 黄金的价格涨了36倍 年化涨幅达到了7.6% 也就是在布雷登森林体系瓦解之后 相对而言呢 从71年至今 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 而在1971年之前的近200年里 美元对黄金质贬值了57% 也就是说呢 如果1971年发行的美元 只比的含金量是100% 那么现在发现的美元的含金量只有3%了 那么果真呢 变成了纸币 美元是这样 其实其他的纸币比美元更惨 对吧 真的变成了纸 在时间的面前 这张图呢 是表现了黄金价格 飙涨开始于 布雷登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涨了36倍 这短短的50年内 过去的180年里只涨了1.3倍 其他货币贬值呢 更大 这个我们之前的有视频是讲过的 那么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的 1971年以来 英国 雷典澳大利亚 加拿大货币 对美元也有贬值 但幅度呢 远远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德国 新加坡 日本 对美元有明显的升值 但考虑到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幅度 其实所有的纸币 对于黄金呢 它都是大幅贬值的 美元都贬值了90%多 其他货币呢 可想而知 那么黄金大幅升值 纸币大幅贬值 背后主要的就是 相对稀缺性的变化 对吧 到29年至今 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 美国经济只增长了16倍 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 从71年开始算 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 美国的经济 它只增长了2.7倍 但黄金只增长了1.1倍 所以黄金的增长速度 不仅远远慢于纸币的印刷速度 也远远低于其他商品的生产速度 对吧 经济发展的速度 物以稀为贵呢 相对的稀缺性 是黄金价格上涨的 主要推升力量 那么现在呢 大家就会想到 既然黄金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它的机会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衡量 对吧 与运钞机晒跑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家企业的价值 它是一个亿 那么央行发行一个亿的货币 来购买这家企业 那么央行发行的 这个一个亿的纸币 它就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背后对应了一家等值的企业 但是如果央行发行了两个亿 去购买这家价值一个亿的企业 那么央行发行的这两个亿 其实就值一个亿 货币就超发了 纸币就贬值了 但是呢 黄金作为一种天然的货币 它的存在就是来对抗 人造纸币的超发的 当经济增长好的时候 央行也会发行货币 但购买的资产质量也是可以的 即发行的纸币对应的是有价值的 对吧 纸币是保值的 那么黄金就没有什么大行情 例如上世纪90年代 美国经济温渐增长 黄金价格一直萎靡 最近一波黄金的十多年的大行情 终结于一二年 也就是美国经济 正是一二年之后起稳回升的 但是呢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纸币就要开始超发了 黄金的大行情就来了 如果你发现央行或者银行拿的纸币 去大量购买毫无市场价值的居民次级房贷 企业垃圾债券 或者救助那些毫无效率的企业 或者呢 直接给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人发钱 或者直接发钱给政府花 而这些纸币和你辛辛苦苦劳动 挣的纸币它是一样的 那么你真挣到的钱还保值吗 显然是不会保值的 有价值的纸币呢 会受到无价值纸币的腐蚀 这也就是美国现在干的事情 对吧 大量的印钞 去给公民免费发钱 去救助那些企业 这就是意味着呢 纸币开始大量超发了 所以黄金的大行情是来了 我们也知道 在短暂调整之后呢 黄金呢又占上了1700美元 那么当美当经济趋势走路的时候呢 黄金价格都会趋于上涨 每当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的时候 黄金的价格也会大涨 例如战争时期等等 那么当前呢 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居民收入减少 实力增加 美股暴跌 导致财富受损 美国经济的趋势性衰退 它可以说是确定的 但是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措施 无疑会导致美元止币 这样的钱呢会不值钱 美联储开始印刷纸币 间接的发给居民和政府 割买垃圾债 给资资差的企业发钱 纸币越来越变成了纸币 黄金价格的上涨行情呢 恐怕还长振了 只要这个经济没有复苏 对吧 印钞一直存在 那么除了黄金之外呢 任何能够长期存活下去的优质资产 它都是纸币滥发的收益对象 但除了黄金之外 就像美国房地产市场 07年08年自带危机的时候呢 房价下跌 但美联储大量印刷纸币 来解决价格下跌的问题 比如美联储突然宣布 现在的一美元 全部改为两美元 那么美国所有的物价水平都能翻倍 所有下跌的房价都能涨回来 事实上呢 美联储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尽管民意价格涨回来了 但是背后对应的价值呢 已经大幅缩水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财富呢 也发生了转移 而且当前呢 各国的货币政策 早已被经济和资产泡沫所绑架 这就决定了 当经济不好 泡沫要破灭的时候 必然要通过多印刷纸币 去创造所谓的繁荣 从这个角度讲 黄金也好 长期能存活下去的股权 房产也罢 都是对抗纸币贬值的工具 因为将长时间拉长来看的 这些资产的民意价格 可能都是上涨 优质的股权 优质的房产 他们都是抵御呢 纸币滥发的对象 我们最后看一下 1971年至今呢 美国主要资产价格涨幅的幅度 那么黄金呢 幅度最高 接近35倍 股市呢 也接近30倍 再一个就是房地产 最后呢 通胀呢 通过膨胀率呢 在5倍左右 那么黄金呢 其实 从时间上讲 在过去50年呢 是表现最好的资产 也就是在布雷登森林体系瓦解之后 黄金呢 其实一直是在上涨的道路中的 那么股市同样是这样 对吧 代表着人类社会最优秀的资产 他们呢 不断涨上去 也是理所应当 所以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讲呢 如果你看到黄金 对吧 你可以去买一些实物黄金 或者去购买一些黄金的 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 对吧 你买了黄金的上市公司 一方面占了股市的点 又占了黄金的点 但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 什么黄金期货呀 什么黄金TD呀 这些东西呢 杠杆高 风险大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原油期货一样 对吧 原油宝一样 很多人被干掉了 其实黄金的TD一样的道理 那个规则呢 很复杂 对吧 交易成本很高 不适合大部分投资者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 很多人愿意去购买实物黄金 那么其实失物黄金呢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在大部分人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么对股市呢 在大放水的时代呢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 就是放水之下无熊市 这种熊市呢 不是指数的熊市 对吧 指数我们十年前三千年 现在还是三千年 再过十年可能还是三千年 但是那些头部的公司 那些优秀的公司 他们的价格是不断涨上去的 对吧 这是关键 你要选的是那些优秀的资产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